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一项目上的酒连贯 激动的郭晶晶和陈若琳 还几张领奖台和她一起合影 这是施婷茂在礼乐奥运会之后 第二次奥运夺冠了 实现了这一项目的酒连贯后 许多人把她看作是中国新一代跳水女王 在她的身后 小将张家琪们也在崛起 曾经的传奇渐渐退出江湖 新的传奇在冉冉升起 中国跳水梦之队的光环和荣耀 就是在这样新火相传的过程中 生生不息的 今天呢 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 除了郭晶晶外 另外三代跳水女王 每一个人都撑起了一个传奇的时代 提起跳水女王 年轻一代人想到的可能是郭晶晶 但如果问老一辈的人 他们心中真正的跳水皇后 大概会是高敏 她是中国第一位奥运跳板跳水金牌获得者 也是唯一一位被称为跳水女皇的选手 从16岁参加世锦赛到22岁退役 7年时间里参赛全无败绩 职业生涯里 共斩获了72枚国际大赛金牌 蝉联两届奥运会冠军 创造了奥运会 世锦赛 世界杯 亚洲杯 全胜的神话 可以说是真正的独孤求败 高敏也是世界上第一位 跳水过600分的运动员 甚至有人说 他的水平 就算最后一跳不跳了 也能拿冠军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 这段决赛表现 可以说是载入史特的完美 言语已经无法形容他的表演 完全是一种艺术 相信你只要点开下面这个视频 就会忍不住看到他最后一跳 他动作轻盈 游刃有余 在他起跳后 时间仿佛变慢了 他的每一个动作 都那么轻盈 干净 游刃有余 如鱼得水 有人形容看他跳水 仿佛不是他跳进了水中 而是水起来拥抱了他 有人说 在属于他的那个时代 其他选手都是奔得第二名去的 但其实 要能一直当冠军 并没有那么轻松 尤其是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时 各国的选手技术都在进步 对手们在身后追得很紧 高明赛前压力非常大 甚至一度焦虑到想要放弃 这种紧张的心情 也一度影响到了他的发挥 决赛前两跳都不算特别完美 被对手赶超 一度排名垫底 往日出水时 总是脸带笑容的他 开始变得严肃 从第三跳开始 高明渐渐找回状态 一跳比一跳难 一跳比一跳完美 一跳比一跳得分高 到了第八跳时 他已经从垫底一路直追 回到了第一名 最后一跳 高明站在三米板的腿 都有点微微颤抖 起跳后 每一个动作精准到位 充满力量感 入水顺滑利落 完美结束 出水时 高明恢复了微笑 他知道自己赢了 时隔快三十年 高明在微博上 回忆起这次决赛 坦言自己 曾经在梦中 无数次梦到最后几跳 吓到从梦中惊醒 观众眼中的跳水女皇 七年时间从无败绩 但至高无上的荣誉 背后的压力有多大 只有高明自己明白 所以呢 在1992年奥运会后 年仅22岁的高明 做出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 宣布退役 在最巅峰的时候 转身告别 留下了一个 完美的跳水神话 退役后 性格温和内向的高明 因为厌烦了 各种各样的应酬和追捧 选择一个人 到加拿大生活 北京奥运会时 他也是火炬手之一 许多人认为 他退役太早 但能够在巅峰时代 挥手告别 选择去过自己的生活 或许 这样的高明 才是最幸福的 况且 也是因为他的提前退役 结束了高明时代 一个更加精彩的 跳水年代的大幕 也缓缓拉开 在高明退役那年 新一代跳水女王 福明霞 也参加了奥运会 拿到了十米版 跳水金牌 那年 他才十四岁 成为史上 最年轻的奥运冠军 福明霞从小 家境贫寒 身体嬴弱 为了让他增强体质 父亲送他去学体操 可是呢 体操没学成 反而被挖掘出了 跳水天赋 七岁开始学跳水 十岁入选国家队 十二岁就拿了 世锦赛冠军 据说当时参加比赛时 因为福明霞年龄太小 还有对手抗议 认为奥运的高强度 和高压力 是对儿童身心的 一种摧残 但在福明霞跳完后 大家都惊呆了 他虽然小 但技术完美 称得上是一个精灵 在高敏退影后 福明霞就成了新一代的女王 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 福明霞再次掌获十米跳台冠军 同时还拿到了三米跳板冠军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板牌双冠王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的三米跳板金牌 福明霞是临危受命去参赛的 两种跳板技术 要点并不完全一样 福明霞能拿到金牌 真的轰动了整个跳水界 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神话后 福明霞在1997年 突然宣布退役 进入清华大学读书 就在大家以为 他和高敏一样 从此退出江湖时 2000年悉尼奥运会 福明霞复出了 在三米板上 他成功未免 最后一跳结束后 他离开赛场的微笑 已经证明了 他的职业生涯彻底无憾了 这次退出 就是真的退出了 福明霞回到清华 继续学业 毕业后呢 因为工作 遇到了香港当时的 财政司司长梁锦松 两人跨越年龄和财富的差距 结为夫妻 这些年呢 生了一女二子 在香港过着半退瘾的生活 在她的身后 郭晶晶的时代开始了 2004年雅典奥运会 三米板跳台的绝对女主 是郭晶晶 也是这次奥运会过后 郭晶晶得到了 新一届跳水女王的称号 这一届和郭晶晶一起拿到 女子双人三米板冠军的 吴米霞 也是接棒郭晶晶的 跳水女王 吴米霞比郭晶晶 小四岁 在郭晶晶退役之前呢 吴米霞一直都是她的搭档 在世锦赛 世界杯等比赛中 吴米霞的成绩也在不断提升 战绩不断逼近前辈们 创下的记录 除了单人的奥运冠军 师姐们拿过的金牌 她都拿过了 在2012年 也就是郭晶晶正式退役后 吴米霞开始了她的时代 在伦敦奥运会上 吴米霞带着师妹合资 轻松拿下了三米板金牌 随后呢 在女子担任三米板决赛中 以绝对优势轻松夺冠 有了这枚奥运金牌 吴米霞终于实现了 她的运动生涯大满贯 四枚奥运金牌 追平了福明霞郭晶晶 七枚奥运奖牌 超越了李宁 李小双的记录 成为了中国体贪之罪 世锦赛六连贯 超越了郭晶晶的记录 2016年 30岁的她 在李约奥运会中夺冠 成为跳水世界杯 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冠军 如果说高敏是开创 福明霞是继承 郭晶晶是超越 那么吴米霞就是突破 突破奥运会记录 世界记录 也突破曾经的传奇 突破自己的极限 她或许没有福明霞的天赋 也没有郭晶晶的霸气和笃定 但她身上有一种静气 让她可以厚积薄发 在高手如云的时代 用坚持和毅力 书写自己的传奇 不留任何遗憾的立场 四代跳水女王 四种不同的传奇人生 是她们全力以赴的青春 塑造了中国跳水梦之队的传奇 中国奥运健儿的精神 也是因为她们这样的冠军 心火相传 生生不息 说起来 四代跳水女王在退役之后 过得都很圆满 高敏初走半生 如今回到老家 也能安然享受田园之乐 吴敏霞 儿女环绕 家庭和睦 在各个阶段结识的朋友 如今都还在身边 郭晶晶嫁入豪门 但生活依然简单朴实 每次露面都赢得不少称赞 吴敏霞也成了妻子和妈妈 现在呢 常常参加公益活动 掌声和光环退去后 生活会回归平淡 但对于她们个人来说 这一切 她们早就有准备了 一次采访中 冯明霞说过 自己有次比赛后的经历 我清楚记得 有一次夺得奥运冠军 全场人为我欢呼 但观众很快散场 游泳馆变得空空荡荡 散场之后 我背着包 走在奥运村的路上 突然觉得 刚才的一切是那么的不真实 不管你是谁 辉煌之外 你都要去食堂吃饭吧 都要回到生活中吧 生活才是最真实的 看到跳水女王们的人生 真心地为她们感到满足 此生到过云巅 见过高山万虫 最终也安稳落地 尝遍人间烟火 能够为了闪闪发光的梦想 奋力一搏 就算青春无悔 能在巅峰过后 适应平淡的幸福 总算人生无憾 祝福我们曾经的跳水女王们 祝福每一个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奥运健儿们 青春无悔 人生无憾 好了 文章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向您道一声 晚安 祝您好梦 祝您好梦